大家好,我是香香 今天给大家介绍我们农村一种普通而二特别的植物 你看,就是我身边这棵植物 它的名字叫叉儿 相信在农村的朋友都不陌生 在我们农村可以说随处可见 你看,这是它的叶片 是不是跟枫叶长得很像 它的静脉很明显 叶子摸上去比较粗糙 这是它的金感 发现没有,金感是不是跟茄子长得很像 不看叶子,光看它金感的话 真的会误以为是茄子呢 叉儿呢,是菊科叉儿鼠一年生草本植物 高可达90厘米 等夏天呢,它就会结出像刺猬一样的果实 由青色慢慢变成褐色 果实呢,叫叉儿子 在我们小时候啊 没少被男生用叉儿子捏过头发 不过呢,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不是它的果实 而是它的叶子,叉儿叶 知道吗,长势普通的叉儿业呢 可是个宝贝哦 它还是价值高的中药材 在我们当地啊,把它称为风丝草 风丝克星 同时呢,对久住的上班族啊 和长途司机也有很大的帮助 在我们这里啊,有经验的老人啊 有需要的时候呢 都会摘它的叶子回来煮水 等水温乐的时候呢,拿去泡饺 每天坚持20分钟呢 连续泡个三到五天的时间 就慢慢有缓解 所以啊,看似小小的植物 且凝聚着大大的能量 朋友们,对于我说的这个叉儿叶的价值 你们有了解吗 有什么见解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互动哦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边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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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